第二百三十五章,童天桥三上还福西,不知是灭顶的恐惧,还是炙热的眼角,谢怜整个人都被淹没了,两久,她才悠悠转醒,一醒来,就发现自己躺在坚硬的地面上,而沐晴爹坐在一旁,正呆呆地看住她,谢怜眼前还阴阴发红,一下子坐了起来,道,三郎,谁知,她一坐起,沐晴便回过了神,道,别乱动。 谢怜下一致手掌欲称帝,却称了个空,重心一偏,整个人险些翻下去,微微一惊,这才发现,她根本不是躺在地上,她是躺在一座桥上,这是一处空间庞大的底下岩洞,穹顶深邃入浩瀚夜空,洞中扶住一座残桥,桥身残缺不全,漆黑骇人,四目四时,彭扶静立七年雨打风吹,尘风火烧,无助支撑, 自悬空中,向前后两灯无尽地延伸,不知来自哪里,去向何方,望不到尽头,便不清方向,有的地方宽达三丈,有的地方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行,残桥百丈之下,便是烧得翻滚的通红岩酱池,犹如地狱红汤,通天桥。 谢连脑海中第一事件浮现的就是这三个字,两千年前,乌庸太子未必大,挪造了一座通天之桥,这座桥会不会就是他的遗迹,他记得自己是被白无象生生拖下来的,现在怎么会在这座桥上? 谢连爬起身来,道,三郎,木槿依旧坐在一旁,道,不用喊了,他不在。 谢连转向他,道,我们怎么会到了这里?中途设了缩地千里吗? 木槿道,大概吧,我明明是冲住岩酱池掉下去的,但在半空中,就被转送到了这里。 可怜凤信,三个人都掉下来了,就他一个留在上面,多半又要抓狂骂街了。 不过,最要紧的桓是先找到花城,不知他被移到了哪里,谢连批道被扔在一边的芳心和长刀,捡了起来,向木槿走去。 木槿献他提住剑沉住连走来,不知以为他要干什么,神色忽然紧张。 谢连却把他的刀地挤他,又向他伸出一手,道,你默示吧。 默示就站起来,我们的赶紧走了。 木槿看住他向自己伸出的那只手,沉默许久,摇摇头,道,走不了,我手足都受伤了。 谢连蹲下来查看片刻,果然,木槿双手手掌都红了一大片,腿上也有烧伤,怕是只能慢慢走了。 思索片刻,他道,我扶你吧。 他将木槿拉了起来,手臂扛在肩上,如此搀扶行走。 走了几步,忽然,木槿道,为什么? 谢连一边打量四周环境,一边道,什么为什么? 木槿道,我以为你发现我已默示后会更怀疑我。 谢连道,哦,不会啊,为什么? 因为我知道啊,知道什么? 谢连道,我知道你莫有越谎啊。 木槿脸上是什么表情? 当真挪以言语。 谢连理所当然地道,你不是让我相信你吗? 我是相信你啊,就这样,怎么越呢? 谢连道,我也算认知你很多年了吧? 这一点我还是可以肯定的,你不是这样的人。 之前我不是越过吗? 你可能会往别人杯里吐口水。 不过下毒这种事,你不会做的。 听前面一句,木槿似乎微微动容,听到后面半张脸都黑了,道,这个比喻就算了。 真的算了,不要再提了,吐口水这种事我也不会做的,太莫品了。 谢连白白手,道,不要在意这种细节了。 而且,就算万一的万一,我倒没透顶,看错了你,你也打不过我和三郎啊。 反手一掌就把你打死了,够不成威胁哈哈哈哈。 木槿喃喃道,你是故意的吧? 你一定是在努力的想把我气死吧? 嗨,开玩笑的,总之吧。 谢连不笑了,抓住她的手臂,看向前方,道,如果你真的因为拒绝威武,被军武带上咒家,那我就不能让你因为做了这件事,而付出不好的待见。 她平静地道,因为你做的是对的。 木槿瞪了她半天,最终咬牙切齿地道。 谢连,你这个人真是。 谢连马上道,免了。 你想怎么凭借我,我还不知道吗?眼下你还得靠我福呢? 就别越些让我想把你丢下岩降池的话了。 目前哼道,知道我想怎么愿你你还救我。 谢连道,彼此彼此了。 我救你,只是遵从自己一贯的原则罢了。 赛月,虽然你这人各方面是都挺微妙的,以前我真有段时间很想揍死你,不过当时莫揍成,过了这么久,也提不起兴趣了。 但再微妙,再想打你,你都醉不至死吧,能救当然要救。 木槿谢了齐班地哼笑了几声。 默然片刻,又道,殿下,其实我,正在此时,两人脚下同时一沉,双双勃然色变,目前有伤在身反应不及。 好在谢连依旧神速,足底一跌,向前一蹬,轻飘飘落到前方三丈之处。 回头再看,原先他们踏足的那处桥身,居然促然断裂,直直向下坠去。 哄,一段漆黑的桥身,落入鲜红地狱池中,在池里翻滚等候了许久的怨灵们,迅速伸出几百双手,争先恐后扒上去,彭腐想接他脱离苦海。 但他们数量太多,那段残桥根本拖不起他们,很快就沉了下去。 上方两人胆战心惊,对视一眼,谢连道,看来这桥不太牢固,木槿张了张嘴,大概想越退回去算了。 原先他们躺的地方桥面环算宽阔,应该不置物他下去。 但那段一塌,没了路,已经回不去,两人只能往前了。 而前方的桥面,忽宽忽窄,庞幅遍布陷阱,危机四伏,不知采州哪里就会掉下去。 谢连二话不悦,一把枪木琴丢到背上,道,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,不然越不定也会他。 抓紧了,我要快速通过,越快就快,谢连果然飞步越出,越是往前,桥面越是窄得令人窒息。 最宽之处也只略剩一扇门,而最窄之处,不过一人腰宽。 但在这种险境之中,谢连略过之处,吻丝不动。 他足底每每在桥面上一点,都犹如燕子超水轻轻一掠。 点到集收,若是有其他武神在此,只怕全都会被这种控制力,精妙到恐怖的步伐镇住。 因为,在末第二个武神可以做到了,这是只有不能仰仗法力。 日复一日精修武力的人,才能锻造出来的精巧身手。 突然,一道火柱冲天而起,拦在谢连面前。 要不是他反应奇快,杀得及时,只怕就冲进火里烤个正住了。 二人向下望去,不知何时,下方聚起了成千上万和容颜一色的怨灵。 尖叫狂笑柱,向他们伸出双手,那道火柱就是他们合力发起的。 两人的耳朵都映一声疼。 沐勤道,他们在害什么? 谢连喃喃道,下来吧,和我们一起。 沐勤在这里,沐勤悚然望他,你听得懂,他们约的应该是乌庸玉。 谢连点头,嗯,这些,是通天桥他下来后,掉进岩匠被烧死的乌庸国人。 小心不要被他们缠上,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拖进岩匠里,这果然就是通天桥的残区。 沐勤道,他们把人拖下去就能解脱。 谢连道,不,拖别人下去也不能解脱。 这些怨灵是永远也解脱不了的,只是,他们喜欢看到别人和他们一样。 就是因为这样,他们才永远都解脱不了,永远要在这地狱池里煎熬折磨。 沐勤疑惑道,你怎么知道这么多? 谢连道,我也不知道,但应该是。 他告诉我的,就像挤他植入石师数的尖叫记忆一样。 那些容颜怨灵们似乎很不满他们环墨掉下来,鬼鬼祟祟,却在一起嬉嬉琐索。 手牵住手,又要向上发起心的进攻。 谢连拔腿就跑,火柱请客便道,原本就坑坑洼洼的桥面更加残缺不全了。 不能光是挨打不还手,谢连也施主向下轰。 但他莫顺多少法力,轰不远。 沐勤法力比他充足,轰得已比他远,但环势差了那么一点。 好几次下方火柱都险些烧到他们脚跟。 那群怨灵成群结坠,能量极大,嘻嘻哈哈。 指指点点,兴奋至极,庞扶在观看什么逃命表演。 他们却半点也奈何不得,别去至极,恨得他骨节弄弄作响。 半晌,沐勤在谢连背上,咬牙切齿地喘了几口气,庞扶下定了一个坚挪的决心。 哑声道,算了,太子殿下,谢连你把我放下吧。 谢连一面飞奔一面道,跃什么呢? 你如此惜命怕死,可不是会跃着重化的人。 沐勤额头清金爆气,道,我惜命怕死还真是不好意思了,左右也是死了,看我还莫改变主意后悔,快把我放下。 谢连道,你不要闹了,别愈化了我会分心的,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快点找到这桥的尽头。 沐勤道,谁跟你闹,如果这桥真是通天桥,鬼知道你还要跑上多久,迟早挤他们打翻下去,放我下来,我去搞死这群陰险的砸碎。 你自己走。 悦住,他在谢连肩头轻轻一拍,飞了起来,落在身后。 谢连回头,向他走了一步,沐勤道,别过来,这泥桥面窄,你过来两个人都要掉下去。 谢连只好顿步,沐勤哼了一声,又道,你约得莫错,我们彼此彼此,你看我微妙,我看你,也挺微妙的。 他只是谢连道,这个时候了,我就直愿了吧,我对你有很多想法。 谢连道,呃,这个,其实我早就知道了,沐勤冷冷地道,是吗? 那你知道,我经常觉得,你不过是靠出身,因为你是太子殿下,你还运气好,但你本领也莫比我强多少吗? 我还觉得,莫准你喜欢做好事寄别人看,然后享受赞美和吹捧。 甚至你帮我都是因为这个理由,因为我是一个,可以让你展露怜悯和善意的绝好对象。 石化月,这些想法,有些我到现在还改变不了,大概永远也改变不了。 压下去一时,过一段时间又会翻起来。 谢连也不知道该汉言环是该怎么样了。 这种话不用当住本人的面月,这么详细吧。 谁知,下一句,沐勤道,但更多时候,我还是挺,佩服你的。 谢连一愣,沐勤硬住头皮,彭腐有谁夹住她的脖子逼她越坏一般。 生硬地道,很正常吧? 你,得确,挺厉害的。 人,也,比,我好。 大体上,我,很想,和你成为朋友。 朋友,朋友,谢连万万莫想道,有朝一日,能从沐勤嘴里听到这种话。 虽然磕磕巴巴,不情不愿,硬邦邦的,但居然如此直白坦诚,如此小人话。 她一双眼睛不由睁大了。 你,沐勤中乌从牙齿缝里挤出了那几句,吐出一口气,道,心悦灭国那时候的事,不管对错也好,不管我自己有多困挪也好,我始终欠你一个道歉。 谢连卡了一下,道,沉眠就是了,算了吧,比起这个,我们环视先走吧。 沐勤扬声道,她跟我约,如果我有嫌疑,就算你心里知道我莫做,你也会顺水推舟不去救我,因为你恨我,你不会相信我。 她,谢连明白,这个她是谁了。 沐勤道,虽然我莫答应帮她,但她约的,我也想过,我一直以为你会在心里恨我比喻我,所以我,一直。 反正,你莫真这么想,很好,又一道火柱冲天而起,谢连倒退几步避过,离沐勤更远了,而沐勤怒涩上涌,俯身猛地一掌在桥面上一拍。 谢连双头收缩,你干什么?毫不意外,那桥断她了,带着沐勤向下坠去,沐勤在半空中冲她喊道,帮你扫清这些杂碎。 断桥入池,激起高浪,那群熔岩怨灵们,原本欢欢喜喜涌来准备托她下水的,其妖一道轰击扫过,被打散了一大片,惊然鬼叫中,沐勤站在断桥中央,周身灵光亮到最齿,冷笑道,你们这群硬沟里的砸碎,放硬火很痛快是不是? 我来了,你们倒是别跑啊。 现在,她中屋能轰到那些熔岩怨灵了,沐勤提住赤红的双掌,狂骚怨灵。 杀了个痛快,打得下方圆先看戏的怨灵们纷纷尖叫散开,游向四方,她衣袖衣巾都起了火。 谢连趴在上方道,沐勤,你能跳多高?沐勤喝道,你怎么这么多废话? 还沐走,谢连辩解道,这不是我的问题,你这辈子好不容易跃几句人话,然后就掉下去了,这让人怎么走? 沐勤大怒,什么叫好不容易跃几句人?话音未落,她脚下那段残桥沉了几分,两人脸色都是一变,这下是真要葬身岩降池底,化骨成气了。 沐勤方才中气十足,现在却脸色煞白了,提起手掌,闭上眼,似乎想在被烧死之前,心一掌击碎自己天灵格,死得痛快点。 谢连忙道,等等等等你不要冲动,我我我,我我有办法,沐勤又睁开眼,什么办法? 弱蟹虽然探不到最下方,但可以探到一半,谢连把她抛下去,道,你用尽全力跳吧,跳起来抓住她,我拉你上来,沐勤脸更白了。 我要是跳得起来,环游想办法吗?又准备鼓起勇气打死自己,谢连道,等等等等,真的等等,我马上就想到办法了。 什么办法你悦啊?办法呢?办法呢?快想到办法啊,莫有办法,两人都快绝望了。 莫勤又举起了手,谁知正在此时,一只手把她手掌趴地打开,抓住了她,然后,提住逼近呆滞的莫勤,纵身一跃。 谢连感觉白玲娜端一紧,往下一看,又惊又喜,道,冯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